大家好,我是班达帅,欢迎大家,欢迎大家,观战,一把铁桑先知 阵容的话,油拆先知,入炼,前锋 我觉得不要抓他的先知吧 这刀阵容,抓入炼,抓油拆都可以 抓小铁的先知,你要抓也行吧 这个角色确实是可以抓的 但是呢,我们之前看过他的这个先知,感觉有点难抓 第一个点排过来是前锋 看见前锋应该不会有太多的想法吧 他如果真的把前锋抓了,其实也是,也是可以的 因为抓了前锋以后,角色不太好救人 但这个前锋,好不好抓呢 若地攻过来一刀抽刀,没下板,反身一个砸头,来死 这是上戏吗,上戏的眉毛,应该是上戏 小铁跟上戏,对,应该是,他们两个经常双牌的 找到小铁了,要抓 这里的话,第一刀,鸟给上 球稳 往前的话,这边可以翻个板子,压个素,绕一圈 玩是真敢玩,跳,然后再卡这块板子,跳过来 飞轮躲到,这反应速度,好看,板子,这板子还留着 在我看来,第一时间这边是可以去下板子的,没有任何问题 起这块板子下的我觉得挺好的,但是他想要玩嘛,那确实 对吧,这种人操作已经到达这个地步了,确实可以玩 这边再反预判你一波跳 14秒以后,有下一个翻板加速,这边你破板我再拉,应该是差不多倒了 准备这边吸出一只鸟 能不能吸出一只鸟,进板 还有一个翻板加速,鸟吸出来了,哎哟 真的,他的先知要不就别抓了吧 抽倒了,抽倒了,抽倒了,前方这边蹲着呢 如果撞下来的话,先这边套鸟的 来了 鸟给上,吃一刀往大防拉,前方这边预判回旋撞 也不叫预判吧,这是定点撞了 插刀时间的一个定点撞,撞完穷者这边啊 基本上已经打出一个大优了,已经两分半钟了 飞轮前方 那前方这边应该不带薄命呢 这把的话,苏联士带薄命呀 过来再来抓邮差,时间上来讲,其实已经很晚了 先知这边重新起一台 算了,机子吧,最后三台机子 前方这台的话能修掉,然后苏联士这台应该也能修掉 先知这台的话没什么问题 那这边那就是,这边邮差倒地以后 前方撞旧一波是最稳的,撞旧一波最稳 撞旧一波以后,下一波救人基本上 因为撞旧一波他无伤救嘛 下一波救人的时候就是一个压机晾机了 或者说这波撞旧撞旧完以后,吃刀就能晾机了 都不需要下一波救 哎,这个先知让我们大饱眼光 撞,好 稳定救下来,拉开 帮忙扛 给他再撞 吃刀前方倒地 先知没马机,要不直接晾好的 晾起 亮起 四个人 嗯,前锋是一跳就能摁倒 但是这边这个位置 过来抓邮差嘛 邮差这边的话狗应该是没有的 狗刚刚交掉了 飞轮的话应该也没有 有CD美好 一刀 好的 先知 还有飞轮,这先知抓不了,这先知抓不了 有飞轮真抓不了 没飞轮我觉得还有可能 有飞轮我觉得这里硬抓这个先知 是要吃亏的 这边的话 前锋想要把人摸起来 没能摸起来 那边门能不能点开 入联师这边的话是给到邮差一个灵鹫 也就是邮差现在暂时还挂不了 门是已经开掉了 邮差这边倒地 直接入联给上就行了 倒地直接灵鹫给上吧 灵鹫给上 这边先知已经进门 前锋能不能进门 前锋这个位置的话一点点球 先知这边顶出来 前锋吸引 一刀 三跑 最终留下了这把非常秀的前锋 小铁这边再吸出一只鸟 啊 呼 搞得好 没办法 这个就是纯粹的是个人操作太秀了 赶紧朋友们下集拜拜